这几年想必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全美枪击案的频率不断提升 而在这居高不下的恶性枪击案中 还有很多竟然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地方 那就是校园 据统计 自2018年以来 全美共发生过103起校园枪击事件 去年一年 枪击案的数量更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达到了34起 也就是说 平均下来 每个月都有三座校园被子弹血洗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德赫萨斯州一个学区 想出了一个敬畏天人的办法 这个办法 小编着实是无法评判 到底是好还是坏 就请大家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呢 位于德赫萨斯州 达拉斯东边一个小时车程的 Grand C岭学区 近期给当地学校的老师们 都配备了枪支弹药 并表示一旦学校里出现异常 教师就可以毫不犹豫地 干掉持有枪支的危险学生 从上周开始 该学区的老师们 就已经开始持枪上岗 学区的主要负责人 Michael Lewis解释说 每次发生校园枪击案后 他都会和学校董事会讨论 要是真的有疯子 跑到他们的地盘来 能不能让老师们 举起枪解决问题 在经过三年的讨论后 几个月前 董事会终于投票 通过了所谓的监护人计划 当地所有中校学教师 如果有愿意加入计划 需要先进行申请 再由德州公共安全部 进行筛选和培训 每个入选者都先要完成 40个小时的技术培训 再进行其他额外训练 除此之外 他们还必须要随身携带许可证 监护人计划采取匿名管制 知情者们不会透露 携带武器的具体是哪些教职工 也不会指明每座校园 或者每栋教会楼里 有多少位持枪教师 而且作为一名监护人 他们必须将武器隐藏起来 并随时带在身上 以免被学生误出 这个看似计划许久 设计周全的监护人计划 刚一实施 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阻力 最大的原因就是 持枪的老师们 一想到 某天可能会对自己的学生开枪 会感到非常的难过 上文提到的那位路易斯老师 本人是教师持枪的监定拥护者 他认为 我们的确是教育工作者 我也讨厌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但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开枪 你会不会把他放倒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因为只要解决他一个 就能救出很多人的性命 但同时他也表示 30年前刚开始进入教育行业时 他从没想过 这样的事会发生 他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到了这步田地 Ground Silent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 也是该计划的拥护者 不然可能也不会投票通过 他们认为 现在学校里一定要有枪 因为人们已经疯了 在学校里枪杀人的事件 已经发生过太多次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 据说 Ground Silent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区 95%的人都支持这一计划 如果有人唱了反调 那么他一定是个外地人 不过其实更令人惊讶的是 Ground Silent并不是德州第一个 允许教师持枪的学区 只不过是近几年 枪击案频发的大背景下 新加入的一个学区 早在2007年 Hurl的独立学区就已经放开管制 允许教师配枪 如今 整个德州共有300多个学区 执行这一政策 如此直接有效的办法 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 大家认为 这其实不是个坏主意 只是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 还得把枪放在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 毫无疑问的是 当老师配枪后 枪员枪手就不会再往这个地方跑了 但还有更多的人 还是从各个方面表达了 对于这种做法的担忧 比如 如果某天老师遇到了个烦心事 又被学生挑衅 气到要把他们推到枪脚 开上一枪 到那时 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这么做呢 还有就是误伤的问题 因为子弹不长眼 一旦被发射出去 他可不在乎 击中了水 同时 虽然老师吃枪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也要看对水 如果一个本就不打算活命的变才枪手 提上枪 到学校跟老师火拼 那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本来只有一个人开枪 现在却有好几个 对于这个监护人计划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最后我们借用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尾 当然 这其实也是小编的想法 那就是 武装教师 武装学生 武装整个校园 这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因为越来越多的枪 不是答案 管控枪支才是 对啊 以暴制暴 或许能带来短暂的平静 但枪支管控 才是最终的出路 希望不久的将来 学校里的孩子们 永远可以不用生活在 校园枪击的阴影之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